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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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在節目中 都會將一些導線案經過 重現在大家眼前 希望提高大家的警覺性 避免不乏司徒有機可乘 而以下個案 就是其中一個常見的導線案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來, 阿朗 英哥, 今天收穫真的很豐富 走兩轉就拿到這麼多東西了 當然了, 我也說了 你當作一當主 以為自己當裡面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不會有人偷的 當然了, 每個人都以為用梳子就難倒我 懶得聰明, 看看, 拿了什麼 桃蠔牌, 這裡多人吃 很容易脫手 除了煙仔之外, 我還順手拿到前兜 前兜你拿? 賤賤 有殺錯, 沒放過 聰明, 開腰了, 開腰了 我看看 這兩本是什麼? 輸了值錢嗎? 很厲害, 回答美女的一百個為甚麼 很興奮, 我特意拿來珍藏 作者還很漂亮 對, 真的很漂亮 來吧, 京哥, 給我吧 給甚麼呢? 這兩本是我保持的 你要去下一個檔案再拿 好嗎? 好嗎? 京哥叔, 你又看這本書嗎? 好東西 有味道 好嗎? 好嗎? 怎麼搞的? 連鎖也剪掉了 那些堅持都不見了 那些錢呢? 那些錢又沒有了 又拿了兩本珍藏 真是慘了 報警 非報警 在片段中 一類報紙檔的偷竊案件 間中都有發生 Madama 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 偷竊匪徒的犯案手法 讓大家有鎖防範吧 好, Bonnie 根據我們過往紀錄 不少報紙檔的當主 都會在收檔之後 將部分的貨物鎖在檔口 而偷竊匪徒 很多時候 就是趁當主未開檔 或者收檔之後下手 他們通常會利用硬物 跳開鎖 甚至用鐵鉗將鎖頭剪開 然後拿走櫃裡面的貨物 或者貴重的貨品 而策異這個行為 已經干犯了盜竊罪 一經定罪 最高要刑罰是監禁10年 那針對這類手法 我們有甚麼防盜建議給當主 其實報紙檔的當主 可以考慮加設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又或者算一些比較堅固的鎖頭 另外, 也應該避免 將貴重的財物或貨品 留在報紙檔 其實警察往往取而不取難 只要大家做好防盜措施 就可以大大減低損失財物的機會